赶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前 以色列军队抓紧最后机会 给哈马斯再来一击 狂轰哈马斯据点 直到24号上午 才将坦克和装甲车驶离加萨北部 再有人质的红石自汇车辆 在一片欢呼声中 从拉法边境离开加萨 哈马斯第一批总共释放24名人质 包含13名以色列人 如协议声称 第一批释放的都是老幼妇孺 戴着蜘蛛人帽子的小男童一脸茫然 被哈马斯成员揽着肩膀 还有一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 疑似身体太过虚弱 被哈马斯成员公主抱送上车辆 此外哈马斯还释放10名泰国 和一名菲律宾人 以色列出动直升机 第一时间将所有人质送到医院 接受48小时的医疗监督 在此期间 人质不能与外人接触 以色列方面则释放39名巴勒斯坦妇女 和青少年囚犯到约旦河西岸 终于回到家的女囚犯 男眼激动 大声尖叫和家人抱在一起 当地民众也涌上街头 会舞旗帜庆祝 与此同时 多达137辆物资卡车 已经进入加萨 一些心急的人直接爬上卡车 拿走珍贵的饮用水 以色列政府透露 哈马斯已经提供第二批 将释放的人质名单 停火协议看似顺利进行 但在双方停火后不久 哈马斯被指控 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 加萨地区则传出乙军开枪 阻止民众回家 以哈之间的约定似乎十分脆弱 乙军也表示 这只是短暂停顿 四天后将再度对哈马斯发动攻击 强调战争估计还会持续两个月 记者综合报道